第十二章 第一节 谭文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牧师提到关于内涵 怎样能够承接到恩高 其实以往来说 很多时候基督徒都会有一种 我都会发觉全世界都是一种这样的假象 一种僥倖的心态 连祷告也是一种僥倖的心态 但是当我来到社安 听到牧师你分享我的信息 听到你刚才所分享到关于内涵 其实我就会想到 其实我们对于属灵的态度 应该要像一个 你预自己要做一个 好像以前中学会校的十丘状元 就是你预你学的所有东西 你应该逐步跟机学起 不让自己有任何一样东西不明白 不让自己有任何一样东西不错 然后慢慢表达上去 甚至乎这个行事为人 都要是这样的 然后才能够进到 这种被神一日都没有偏差去带领 甚至乎进到自性数的级数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 可以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 回到信仰第一点 很多人搞不清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信 信有神 并且去信他赏赐来到他们面前的人 是吧? 其实你说的那点 僥倖心理是很对的 很多人 其实他当信仰 就像以天狗龙记 找到一把以天剑 屠龙刀就威了 即是那种 那就威了 他当恩赐是这样的 这个拿到以天剑 那个拿到屠龙刀 所以他就成为这个敬人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为何他们会 那么像我现在这种形容 不应该的 拿到以天剑 拿到屠龙刀 就成为武林盟主 他们用这种对比信仰 以天剑、屠龙刀是死物 是死物 他不是当神是死的 才会有这样的僥倖心理 即是当神是死的 才会有这样的僥倖心理 反而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对武俠小说对比 就反而像上次内功 内功就是什么武俠小说 就算你以天狗龙记 射雕英雄转 神雕俠类 都是慢慢练上去 因为起码他的身体不是死的 是按着某个规律 想法分明 你苦练 那你可以得到 就算区区我们的身体 所说的形容 内功 都是作的 都跟以天狗龙记的概念 不是完全不同 内功因为 很简单 因为你的身体不是死的 所以他想法分明 但以天狗龙记 不是想法分明 谁能抢到 你就是武俠民主 谁能抢到 你就是 你问他 为什么有这样的心理 就是我经常说 其实我很喜欢看很多好看的戏 因为他将假东西当真 但是我很討厭那些牧师 他将真东西当假 他将真东西当假 才会搞到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有一时见到 他们里面僥僧 我看到他们 我只见到眼冤 他们就是典型一群的人 他们以为信仰有僥倖 为什么信仰也会有僥倖 他们就是当神是死的了 所以他们私底下很多罪 事由找出来 原来有这些 有那些 其实打从一开始 他们根本连信都未开始 信就是信有神 他们连神是有武 没有他都不信 他从头到尾都是信一个 跳行就可以扔色彩的或言论 他就是信或言论 当中撞中 你便可以做马标 这样 所以在他们来说 这些人根本对信仰 没有找出信仰 每一个步骤的真相 他根本连见机整个逻辑 已经背道而似 和整个信仰背道而似 很多人开始信仰 尤其是为了利益而回教会 根本就当神是死 为什么 你以为他为了利益而回教会 利益在哪里 是其他基督徒 找女朋友 犯奸人 或者做传销 赚钱 因为利益而回教会 已经见机神是死的概念 是不是 你想清楚 所以你会看到我经常骂 因为他根本就见机是一个逻辑 跟我们背道而似 不过很多信仰未到 不知道那个逻辑 他为了利益而回教会 就已经当神是死底下回 回来你的教会 要信仰有神 你想想多恐怖 所以你想想 外面那些不处理这些事的教会 是一间什么教会 因为牧师都一样当神是死的 所以他才不发觉这个问题 他不发觉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犯了 跟他们一样的错误 不宜令一种形态犯 是不是 但我们不是 我们一开始就要找到 事实真相 信用真相 所以一看就看到 哇 很容易的 那人回来 他做的我一生都不会做 我会发觉 如果我做的 除非是什么人才会做 我就知道那些人可以走 可以踢他走 因为他们说OK的 说他们会做的事 我会发觉我一生都不会做 因为我要将我的心租设到 什么程度才会做他这些 回到教会去找女朋友 回到教会为了贪心 我要租设到什么阶段 我才会做他们做的事 他不会知道的 是吧? 他说不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但兄们论到熟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